而在寿风乡理想路的铁轨寒洞 是寿风乡共和村民主要的通行要道 不过是受到了地形的问题 再加上排水系统不佳 因此也常常造成了淹水难以解决 而110年在张怀文议员的提案争取下 获得了华丽县政府华东基金预算补助693万元 由寿风乡公所来执行发包 希望能够解决长期以来的淹水问题 由于地形问题困扰着当地居民 时常要经过理想路铁轨寒洞下方的道路 在大雨过后积水问题 经常造成民众行车安全 成为了当地的危险路段 争取多久 当乡长的时候我就争取了 可能争取一年多 我们会看好几次 所以这一次这样子能够施作会比较好 对对淹水是有帮助的 先议员张怀文就表示 五年前实任乡长就已经规划该出的排水工程 在苦无经费的情况之下 在议会定期会中提案争取到花东基金预算 来改善约一公里长的排水系统 在这个路段经常在淹水 其实我非常的了解 那在106年的时候 那我们在乡公所任职的时候 就提出在花东基金 针对这个道路排水淹水的问题要解决 那分别在108年109年 我担任了县议员 同时会同花点县政府 一直还是在持续积极争取这项经费 那很高兴的在110年 我们在花点县议会 审核这个预算的时候 得到花东基金 补助了700万 那当然在乡公所里面 目前已经执行了 理想路排水问题 在获得华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以及花点县政府配合款 总工程经费达693万元 预计在今年度就能够完成该项工程 以解决民众在行程安全上的疑虑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导